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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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远 比赛现在开始 好 好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郑州战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这场比赛是66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新辉搏击的潘家运 蓝方选手是来自日本的山元勋也 是 这个山元勋也的日文名字 他是泰拳选手 打法沉稳 然后最主要是迪坎提非常重 然后过去呢他的拳法不太好 今天刚出了几拳 结果呢被这个潘家运的前手次拳给迎击打到了 潘家运是2017年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这两年的时间成长得非常快 尤其是今年他在 他在和这个武林峰世界功夫之王马克希姆的比赛当中 真的是令很多的全民朋友们惊叹 是 在武林峰走进菲律宾站的比赛 他的表现也很出色 对 好 潘家运呢这一场比赛 他因为之前他打过两个日本选手 都没能拿下KO 所以呢潘家运希望今天能够KO这一位山元勋也 那刚好山元勋也是泰拳系的选手 他很怕对手在近距离跟他出拳 所以刚好呢我们今天的潘家运在近距离以拳法猛攻 应该会对于我们的山元勋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威胁 就过去我看比赛的山元勋也他是属于假装是老鸟 但是呢心里很害怕的那种选手 好 打进去了有有机会 潘家运 继续在内围进攻 果然这个潘家运呢选择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 就是防住山元勋也的低砍踢 然后再近距离打拳 因为山元勋也的低砍踢非常的重 绝对不能给他有这个做低砍踢的距离跟时间 小心 这个西法很刁钻 潘家运今天没有用他的转身绝活 转身后登 对这个是他的杀手锏 是他就用拳法跟对方强攻 好继续压迫有 有 有 第一回合 潘家运打得不错 但是呢山元勋也好像抗击打能力也蛮强的 对 再来有 怕了怕了有 有 再来 顶不住了 有机会 不要让他出来 潘家运有没有机会拿下他对峙的第一场KO呢 哇 一山元勋也的抗击打能力还是挺强的 最后的10秒 顶住了 太强了 顶了至少30秒 一个干打加一个上口拳 今天呢山元勋也比较勇敢 没有像过去那么怕拳 而且呢挨打之后敢于还击 这是日本选手的优点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两位的比赛 真的让我们看的是热血沸腾 是 潘家运真的就是奔着他的既定目标去的 要KO对手 对 潘家运双场比赛在菲律宾亚也蛮有意思的 他看对手的对阵表是背着这个泰拳的肌腰带 他觉得泰拳选手这个拳很烂嘛 一上就发现哇 菲律宾选手拳得好又很重啊 吓了一跳 那现在潘家运也发展出新的技能 他打完拳之后呢 一定要在台上扭屁股跳热舞 非常有意思 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啊 对还没开始 今天就比较专注于来解决掉这个对手了 是 迪坎迪 结果潘家运的迪坎迪比山元星也来得重啊 继续 转向后登一次 一般都会有效果 今天这个日本选手好像蛮硬的 可以再登一次 这个潘家运的记录是打白丽帅那一场 一场比赛登了十次 转向后登 现在才第一次而已 看看第二次什么时候会出来 好 护齿掉了 其实好多全迷朋友啊 对这个运动员带护齿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蔡老师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运动员带护齿 他要保护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能认为是保护牙齿 其实也有 但是呢 也有的专家说 让这个运动员咬紧 然后防止这个头部有更大的震荡 这个都是有他的一些理论说法 但没有定论 好 继续 哇 又被挤到了围绳脚 是 好 这一次呢 日本选手能不能顶得住了 韩江运打到这个第二回合 应该也觉得这个日本运动员不好啃了 再来 再来 现在盘家运其实也有点累了 因为做了那么多的强势的进攻 但是都没有看到特别的效果 非常消耗体力的 再来 再来 有点提到当 再来 第三次 凯老师要开始帮他数了 对吧 第三次 看能不能突破他的那个十字 十字可能会转晕了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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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 沙云鑫也用他的必杀技 低喊踢了 low kick 又要low kick了小心 10秒 是 再来 漂亮 改变路线 这个 这个 潘家运变招真的变得不错 一下蹬肚子 一下这个转过来蹬头 对方的臂展还是有优势 好 换拳换拳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刚才小胖魏宁辉在跟这个 潘家运做示范就是在轮拳的时候呢 腰腹的力量再转多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潘家运还没开始轮拳 现在 潘家运也打着控制 利用他的臂展 还有腿长 两根对次拳 现在潘家运就是想打进去 那对方就是控制距离 好 好 再来 还是不怕 小心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潘家运好像体力也下滑得蛮凶的 就输出的太多了嘛 对 消耗体力 对 对方打不动 对 没效果 非常冷顶 相当弹强 再来又到了边角 夹进去 可能就像这个小胖魏宁辉讲的一样 这个潘家运的腰腹的力量用了少一点 但虽然等他用了大一点之后呢 那个动作又太大了 对 对方都会有防范了 是 继续 潘家运调整一下呼吸 有 这个连续 一般连续中了两拳呢 会呆掉 但是呢 山元新野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 哎呦 再来 有没有 哇 这个拳很重啊 哇 山元新野的反击真的是也非常快 再来 第六次了 山元新野的反击 潘家运时间不多 有没有机会KO呢 再来 不要从正面换个角度 继续 这个轮子太大了 再来 走两侧 潘家运走两侧 再来 比七次 这个山元新野真的不知道是演技好还是真的能扛 看不出来 潘家运边打边摇头 好硬 对 就不认识他的演技好还是真的是抗基打能强 都真的令潘家运没有办法 不是 好 也不简单了 挨住潘家运三回合的重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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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超过 太拓冠军的武林锋 环球拳王争霸赛赛的比赛现场 再次欢迎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光临 欢迎大家 接下来63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27岁 身高是1米70 当前的战绩5胜7负 一次KO对手 有请来自日本的修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相信会引起了 网友们的鼓掌叫好 在网络上非常受欢迎 一个大网红 在网络上的亲和力固然重要 但是我相信大家更看重的是 在波及擂台上拼搏的样子 有请中国李联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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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天津阿福搏击俱乐部的李联邦 蓝方选手是来自日本的秀亮 好秀亮拳腿非常重 过去大多数先扛住对手 在第一时间组织反击 今天因为他知道联邦速度很快 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而且不断的移动 李联邦在武林峰的首秀对上日本选手也是第一回合TK获胜 今天是他对上的第二位日本选手 而且现在李联邦是经过了我们的赵慧哲教练的改造 他拳法更加的准 在赛前秀亮就说李联邦速度快攻击力量大没有缺点 然后他就说拼命移动以免挨打 所以他现在赶快移动了 但是李联邦打准一点再打准一点 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秀亮的体能能不能够支撑 快速的去走开李联邦的进攻 其实很多观众觉得是不是日本选手不经打准没有 是因为李联邦的这个身体素质太强了 对 日本选手还是挺顽强的 尤其是当你绝对是能够打洞的时候 他们呈现出来的那种意志力 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而且说到降重能力 李联邦平常就是体重71公斤 从71降到63了 所以他占有很大的优势 对 降重能力强 又有 又有 哎呀 这个秀亮真的是 顶不过一回合 虽然他轻易移动 还是挺不住了 带着齐天大圣造型出场的李联邦 再度在武林峰KO了第二位日本选手 所以这一次赵慧哲帮李联邦做的改造真的是还不错 加强顾法的移动还有这个拳法的准度 就我们今天看到的李联邦跟9月份走进轮逼的比赛是两个人 是 那一次的比赛李联邦的状态真的就是发挥的没有那么的好 对 当然泰国人的腿法也是很硬 也给李联邦很大的威胁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1分35秒 红方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有请中国一龙为获胜方颁奖 感觉发挥的还可以吧就是前段时间针对这场比赛 然后有我们的赵教练带着我练拳法干嘛 感觉今天拳法打的还是比较自信一点 我看到今天现场有很多你的拳迷 而且你在网上有很多粉丝 会不会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明星了 在心理上会有什么改变没有 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是明星啊网红啊之类的东西 我还是不共出心 然后想一下为什么 就因为喜欢这个嘛 喜欢武林峰的擂台 然后每天刻苦训练去比赛 我的任务就是训好练打好比赛 然后打更漂亮的比赛 展现给支持我的人 好 观众朋友们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场 70公斤级的超级战 那这场比赛很热闹啊 一位是天下功夫出少林 一位是登峰造极欧阳峰 先来说这个蓝方选手啊 一看就是一位对于中国功夫 非常喜爱的年轻人 今年只有19岁 身高呢是1米85 IPCC欧洲的冠军 战绩不足22胜 依附10次KO对手 来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塞尔维亚的少林小子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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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itating 今本班 Katherine Large DONières 香港 这是 谢谢 开配 Mak 开启 红方选手代表了上海文南体育俱乐部 首次走上武林峰的擂台 他这个名字让人听上去不寒而栗 但是呢我相信家人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 也是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 永征第一 刚好在擂台之上现在显现出来了 这位选手呢今年22岁2016年安徽省三打紧秒赛 75公斤级的冠军 有请中国欧阳锋 欧阳锋 欧阳锋 西域白头山庄 庄主 武功登峰造极 为天下五爵之一 人称西度 欧阳锋 他四刀剑的双目是英雄初四何处 这倒是一条羊年路说宣线外界不赐 还一身五十多星 罢字幕后 希望她一身九十多星 现在说宣线外界不赐 它是启语的 960年 本来年与三本 知名海洋锋 欧阳锋 欧阳锋 永厢 不负 场上裁判 杨继伟 比赛现在开始 no head no elbow need only one no clinch no take it down ok crime by the phone j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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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来 fire robo 好 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比赛 我们还是再来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尤其是洪峰运动员欧阳峰 他是武林峰的首战 但是从他的出场 我们很久没有在武林峰的擂台上看到这样造型出场的运动员了 就好想揭开他那个神秘的面纱 画他的画名欧阳峰 对 非常有意思啊 今天裁判要注意欧阳峰会不会使用蛤蟆弓 蛤蟆弓 欧阳峰成名记者是蛤蟆弓 好 再来介绍一下塞尔维亚的扎干斯莫萨 少林小子 是 少林小子很厉害的 他原来是在武林峰奥地利战要出赛 但是受伤退赛了 因为他帮世雄去打了一场六回合76公斤级的职业圈击赛 所以对手太壮把他打伤了 现在伤势已经好了 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武林峰的擂台 我觉得他有一点很恐怖 他的这个身高是1米85 他的臂展是1米9 对 其实这种典型的欧洲型的选手 这样的一个身高臂展来打70公斤 有相当大的优势 所以在对上我们中方选手的话 也难怪在其实上一轮70公斤级的这个金腰带 被外方给拿走了 因为在身高臂展上就是吃了很大的亏 对 然后再话说这个扎干的拳管 光看他的教练 这身高大概就两米了 他是日本的重量级的拳击 拳王 他在拳拳的话都相当严格 而且呢 他不是光用力量去压制人 他们的一个攻击的角度也都会非常多变 好 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扎干 他的一个腿法的进攻 角度也都是非常的诡异 好 那说到这欧阳峰 欧阳峰其实也打过 刚打过硬仗 他跟这个祖耶夫打了三回合 那时候他的教练是一手拍擂台 一手准备白毛巾要丢出去 因为这个 就对手太强了 对 非常强 他跟祖耶夫打完三回合 安全下装 所以他的一个攻击能力跟抗击挡能力也都非常强 好 一个侧帅 欧阳峰就是一个有散打攻体的运动员 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侧串 还有这个带摔 其实带摔呢 应该有一点点不被允许的 该采犯放他一马 然后欧阳峰的一个扫踢 扫踢他也偏向这个散打的风格 今天这个扎干没有讨到半点的好处 没有占到便宜 因为欧阳峰非常能打 好 还有最后的几秒 好 双方对决 我们看欧阳峰是第一次登上武林坡的擂台 所以也能够去观察一下他的特点 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也是有这个自在音效的 对 我这一腿上来很刁钻 扎干就是太急于抢攻都向前压 然后他手又太长了 所以不应该向前压那么多 好 这是两个第二回合的比赛 是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扎干的教练 因为跟他教练也蛮熟的 他教练啊 你看他那么大只 他最近在搞起幼儿格斗 而且他亲自教的都是三到五次的小朋友 哇 这个扎干八威了 三 四 五 五 果然打过职业拳击的扎干 真的是拳击攻击又进步了 OK 拿到一次强毒 现在欧阳锋的实力还在 用侧串 所以看起来扎干的拳就蛮准的 对 所以刚刚韩老师问我说 如果拳打不准怎么办 其实就是先打身体 打身体呢 面积最大最容易击中的 然后等到对方的移动能力 摇闪能力呢 减慢之后呢 再开始打头 哎呦 扎干刚刚也中了一拳 好 这是欧阳锋的一个习惯的手法 他喜欢搂抱 那搂抱呢 相信扎干就用上钩拳来破解 哎 转身 那欧阳锋的优点就是 虽然他是散打攻击的 但是呢 他有连续进攻的能力 他不会就只打一拳两拳 就刚刚那一波我们就看出来 来展现出来的这种连续进攻 对 连续进攻 那扎干现在距离又太近了 哎呀 被推倒 扎干想做一个S型的打法 但是呢 欧阳锋就一把推倒了 然后呢 就是做一些冥想 所以让他的眼神非常坚定 他的外号也由这边来的 就是像一个少林寺的小子 小和尚一样 每天在打坐 刚刚是欧阳锋的舍身踢 但是没有效果 其实目前在武林锋的擂台做舍身踢 好像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击倒的记录 几乎都是回空 哎 哎 上钩拳 再来 再来 连招 好 还有十秒 对 哈哈 这个扎干手长 但是上钩拳真的非常有意思 好 看一下 这一拳 再来 欧阳锋的拳也是非常的准 一个刺拳 就把扎干给打翻了 worry start 做到 快 快 ki 好 回到場上來 從剛剛的慢放看出來這個扎幹拳法的命中率是蠻高的 那歐陽鋒呢 帶著散打的側踹 還有他連續進攻的能力 也扳回一城 不過第二回合因為他被強制了 所以在分數上比較吃虧 好 側踹啊 目前扎幹對側踹這一招還是沒辦法破解 向前壓 歐陽鋒非常清楚 就是扎幹出拳需要距離 然後歐陽鋒呢 就是不給他距離 對 一個帶摔 被抓到了 這個是無規則當中 不允許的 這種進戰對於扎幹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他手太長了 在很近的距離 他手幾乎是被壓縮的 沒辦法攻擊 對 歐陽鋒的手要拿高一點 扎幹的上攻拳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樣 好 壓進去 對 好 今天這個歐陽鋒 他拳法動作不是特別的標準 但是呢 命中率跟這個攻擊力都蠻好的 連衝帶掃 好 扎幹開始採取防守了 扎幹回去啊 他的上攻拳真的要調整一下 因為他的上攻拳不是特別影響 有 歐陽鋒要用摔法控制了 而且看起來 你看 歐陽鋒的拳法 對於扎幹好像造成蠻大的威脅 扎幹的手就不敢動下來 對 好像怕埃塞爾一樣 剛打完職業拳擊的扎幹應該不會那麼怕拳才對 就應該是歐陽鋒的拳 拳是對他的威脅 對 真的有威脅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扎幹打六回合 七十六公斤級的職業拳擊 三下對手跟那個 UFC的怪物大步 Black Laysom一樣撞 他都不怕了 今天呢 對到歐陽鋒 他倒有點怕起來了 對方手比較嚴密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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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一位 重點 非常 兔 Overall 有请泰国伦平宜 全场赛事总监 兼第一主办人巴冲先生 会获胜方颁奖 好 再一次祝货 感谢颁奖嘉宾 打的总体来说 虽然我输了吧 但是我该打的也打出来了 对手水平也非常不错 很高 我觉得要回去继续总结 继续总结这场比赛的实力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接下来我觉得我的重拳力量还不够 自己的防御能力也不够 最主要的是我的打拳的时候 我的胳膊老掉 我是掉的 把后手 前手容易掉 所以这次赌秒可能也是 我的手掉下来了被对方赌秒了 继续加油 是的 回去继续努力 让大家失望了 不过我会极其努力 下一次我会凯旋而归 每年一度的年终巨线 全体功夫迷的岁末狂欢 中国队长富高峰领衔 武林峰世界街腰带拥有者 新数上阵 60公斤级日本搏击天才 朝九一贵 63公斤级德国麻粉制造者 丹尼斯沃斯旗 65公斤旗 中国大飞 王鹏飞 历时半年残酷选拔的 不击世界杯也将打向终极之战 一队武警战士 骄傲齐 刘亚宁 迎战两名泰国强者 帕吉特农 达万筛 谁能最终 捧起这座 象征荣誉的 至尊奖杯 超级豪华的黄金阵容 星光闪耀的无敌名将 给亿万全迷的新年献礼 2020 武林峰全球功夫胜典 珠海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元月11号晚上9点15分 河南卫视 现场直播 咨询热信 132-2603-1888 好 观众朋友们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 比赛现场 再次欢迎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光临 欢迎大家 接下来这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 值得大家期待 那两位选手 红蓝双方呢 都是两个国家 70公斤级一线的代表人物了 蓝方选手 蓝方选手 在日本的时候 从老K1时代 末期就已经进入到 自由搏击的战略 那也拥有着第三代 王者的头衔 今年31岁的这位选手 身高是1米78 战绩25胜 十次负 十四次KO对手 KO率相当之高 有请来自日本的 中道 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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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击俱乐部 这位小伙子 是当今中国自由搏击 70公斤 绝对的中间力量 很多拳迷朋友 非常的喜欢他 我相信不仅仅是喜欢他 在拳台上 这种拼搏的精神 更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生活当中的反差 一个腼腆的大男孩 有请中国浪子 宋小秋 如果这夫人们杀了 房子 逼得把中间aggi来 另一个私伙子 ふσ息 这边 ook 到应该的 最后把 最后把 十三岁 赌代音 ual一 天 从今 二 现在 赌代搞 带来自中国国际企业 我给你一些投资 长沙裁判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一龙奥语搏击俱乐部的宋少秋 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中岛洪贵 今天出赛的几位日本运动员当中 中岛洪贵算是名气最大的 因为他分别跟克劳斯 波球 阿佐夫这些高手打过 也被摩萨斗轻点为他的接班人 厉害了 是 然后他当时对上波球那一场 其实波球是被他碾压了 波球的重腿跟重膝他都不怕 所以可知啊这个在巅峰时期 中岛洪贵的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但是近年来他的实力稍微下滑了一点点 这个下滑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年龄还是因为年龄 然后因为莫萨斗也没教他技术 中岛洪贵是8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他对过最恐怖的运动员就是阿拉佐夫 2017年对上阿拉佐夫第二回合就被阿拉佐夫系上头加一个上钩拳给KO掉了 他说今天想挑战的是一龙 一龙刚好也在现场 对 一龙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 而他的对手我们这个中方的宋少秋 在这个其实这个级别当中也是对抗过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一流的高手 像K1的末代王者尼克克尔啊 还有希腊清量级一个杨尼斯布吉斯等等 在8月份的直播当中他在第一局就一记高扫期KO了格鲁吉亚的拉多 对对上富高峰的陪电拉多嘛 那个一记高扫期那个拉多表示这是意外不服气 那这个宋少秋说既然已经发生那个就不是意外了 对 宋少秋今年的比赛并不多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有一个要突破的点还没有突破 那宋少秋目前就是要加强他自己连续进攻的能力 然后他认为中导宏贵的技术相对比较全面防守也很到位 然后呢他认为重击能力是中导宏贵的弱项 所以今天呢会用他的一个全嘴膝全方面的一个连续进攻来应付我们的中导宏贵 好今天再看中导宏贵 两人目前是旗鼓相当 其实今年中导宏贵的状况也起起伏伏 那六月在Shitoboxing的时候呢 被这个他们日本选手海仁在第四回合 以这个西上头给TKO出局了 然后今年八月的力球振作保住了三回合打满 保住了他在crouch的金腰带 所以他目前还是有他的金腰带的 有一定的实力 好还有十秒 最后这三下组合啊真的是一气呵成相当的漂亮 好小芒对权 再来 刚刚我们的宋老邱的扫踢 有点扫到对方的腰部了 可以再低一点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七十这个级别 在国际上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觉得七十公斤 集得有很多这个高手 大家非常喜欢的 现在呢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觉得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这些高手出现的少了 大家会觉得说一代王者已经老去 就是目前蔡老师的了解在这个级别当中 比较能够起来的新生的力量有哪些 中方吗 中方加外方都有 其实中方的话 像上次的七十公斤级八人赛嘛 中方全部被淘汰啊 所以目前都是他们说要加强 对这也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 宋老邱他自己说 哎我是井底之蛙 真的没看过外面的高手 所以今年对宋老邱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打击 但是相对而言也会 也会对他明年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既然看清楚 自己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有所不足 所以他都是一直目前一直在看 国外各个运动员的强项 然后吸收 对 那说真的目前七十公斤级的 这个战利级的好手真的有点青黄不接 对 像这些老的波球 就是也没有去打着非常顶非常强的对手 亚桑克莱也之前被我们的贾妈给打挂了 所以呢过去的这些大神呢也几乎都不在了 像刚刚讲的阿拉佐夫 阿拉佐夫呢最近的比赛好像也少了一点 对 所以顶不上来 克劳斯 克劳斯老了 那他儿子有出来打比赛 但是他好像名气还没非常大 对 可能也还年轻 那包括我们的一龙 我们的一龙受伤之后呢 能不能再回到擂台 还不知道要看他自己的伤势 所以无论是我们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上 我们培养的这些人 还是在国际上的 其实真的都是情况不接的 对 那不过这个像泰国的新生代的这个力量已经上来 尤其像这个我们的打碗菜这些人都已经到了武林峰的擂台来 所以泰国这方面的还是还是接的比较齐的 那中方这边的新生代就看我们这几个运动员 尤其宋少秋今天呢能不能打出一个令他自己理想满意的成绩 我们再回顾到这个过去中导宏贵对上波球那一场 其实中导宏贵在他巅峰的状态 他的一个拳法路线非常好 都常常能够把这个波球逼到角落 那今天对宋少秋而言 宋少秋就说这个中导宏贵欠缺重疾的能力 可见了这个老匠已经被宋少秋给看扁了 对 滚 滚被看扁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中导宏贵虽然有当年有 但是当年有已经过去了 是 那现在就看了 看宋少秋能不能抓住机会 是 我们在一龙面前击倒中导宏贵 有 好 给了对手中导宏贵一个独秒 也让中导宏贵知道要挑战一龙门都没有 对 好漂亮强赌第一次 好还有十秒 是 继续重疾 再来 哎呦 不要被 哎呦 继续赌 他丢毛巾了丢毛巾弃弃 因为这个稀法 哇 宋少秋出了拳法 高扫第一号 最近这场比赛加了个稀法 哎 哇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的教练也是在看情况 就是要不要扔这个毛巾 我看他丢出来了 他没有没有丢到擂台的人去 这个就不算 哎呀 哇这个是零声救门 是教练的失误 丢的不够用力 只丢到了神圈上面 哎呀 这样双场比赛 这个赵博士赵战士 哎呀 弟弟丢 帮哥哥丢白猫巾 我觉得他心里那一刻 一定非常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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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第三回合 在第三回合看宋少秋 能不能直接把我们的中岛红柜给送回家 对 对 对 哎 感觉上中岛红柜的力量也又恢复了 要注意一下 恢复得非常快 直接只休息一分钟就已经恢复了 是 宋少秋还是要继续寻找机会 是 宋少秋今天用你的实力 让中岛红柜知道你是没有资格挑战异龙的 对 对 哦 扛起来 好 继续 点点点 上钩 后手 这个组合漂亮 好 好 继续 哎 嘿嘿 哇 两个人都倒了下去 宋少秋要把中岛红柜押倒 中岛红柜拼命抓住宋少秋 说陪我一起倒吧 哎 挑戏 动作太大了 哎呦中岛红柜的这个恢复的还真的挺快 真的很快啊 一分钟而已 对 因为那个 最后压上那个西上头实在太重了 是的 好 果然是这个 对对阵过这么多高手 高手 对 万一有他的一套 好 再来哦小心 哎 高扫 走 好 最后一会儿时间应该不多了 刷球 那么最后一波攻击 对 好 快点 压迫 哎 宋少秋想复制一下这个打拉多那场的高扫踢 哎呦 由刚刚这个 嗯 宋少秋的快进快出看得出来 他是目前体力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能够做出那很快的快进快出的动作 而呢 中岛红柜的体力也是够的 不然那个飞吸飞不起来 对 他还用了好几次的飞吸 对 因为跳那么高也是蛮累的 再来 宋少秋这场比赛要加强的 这个连续进攻还没有用出来 嗯 继续连续进攻 现在其实宋少秋的进攻都是中断 继续 再来 好 十秒 对 这个连续进攻还不够哦 一二二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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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踩一看这个针倒又爬起来了 走 整场比赛下来 宋少秋这场比赛的这个 成绩是不错的 这个内容是非常好的 哦 跳西 哎呦 差一点啊 哎呦 上钩 被躲掉 哎呦 两根都中了一拳 宋少秋的连续进攻 在这场比赛回去之后呢 还是要再想一下 应该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标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六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六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六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总导演余雷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祝贺宋少秋 也感谢中岛红贵 恭喜你拿下的这场比赛 谢谢 谢谢 这一次是中日对抗赛 然后我心里会比较有 那么一点点压力吧 然后尽自己所能吧 尽全力去打好这每场比赛吧 然后场下的观众为我高兴 能记住我宋少秋 很长时间没有在武林峰的擂台上见到你了 这段时间是在训练是吧 对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备战比赛 然后一直在 就在没有比赛 我每次 每天都是 就给闲似的 崩子 特别紧然后都在训练 然后是迎接每一场比赛的到来 然后今年也快没 也快打完了 然后打完之后 我会给自己想一下 今年的目标有没有完成 然后到明年的继续加油 能打到更高吧 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武林峰搏击世界杯 A组的小组赛 第三轮的一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 根据目前的积分情况 也是为荣誉而战 那首先蓝方选手 今年29岁的这位选手 身高是1米75 WBC泰拳日本统一次中量级的王者 当前的战绩30胜15负 有请来自日本的大河 YOUYEAH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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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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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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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